记忆就是要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 它可以被清楚地回想出来 我们时常有这种画到了嘴边 或者是有一个东西 明明想到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却怎么样都想不起来的一个窘境 其实这样的一个健忘的经验 大家都有 并不是你真的健忘 而是因为你要记忆的东西 没有被真正好好的保存起来 以下我就跟你来介绍五个 健忘的真正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记忆点太低 什么叫记忆点太低呢 我们在生活中 你可能会更常听到另外一个例子 叫做笑点太低 就是说你有一些朋友 他们总是会很容易被惹笑 那也有人是什么 EQ太低 很容易发怒 所谓的记忆点太低 就是当你在记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当时在记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常会讲说没有记啦 也就是意味着你没有特别去记住他的一个状态下 导致你后来在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 显得很模糊 显得很记不清楚 其实你只要记的过程中呢 增加一些线索 就可以让这个记忆呢 保存得更清晰 第二个会健忘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 也有可能是时间过太久 我们常常在记忆的东西 如果这个时间年代久远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常常第一个是记错 第二个就是想不起来 这是因为记忆会时间而渐渐的淡忘 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旅行呢 这个晚上记一次 白天早上再记一次 就可以加固你的记忆 第三个原因是 你一天所要记的讯息量 你一整天所遇到的讯息量太大了 太大了 导致你没有办法记到脑子里 那是因为你的脑子里没有理解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储存下来 所以是理解不够 有一句话叫做理解方能记忆 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个健忘的感觉的原因是 紧急状况下的记忆 这个最常见的就是 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我们往往这个受害者 他在当下没有办法记住对方的车牌 有的时候就连路人 也没有办法记住那个车牌 虽然他目睹了当时造势的一个状态 这是因为在紧急的状况下 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马上 要用一条回路来记住这样的一个讯息 而是用我们这个神经中的这个突触的这个点 先临时的把它记下 最常见就是我们记一个电话号码的过程 我们附送了一次对方的电话号码 然后马上用一张纸笔把它记下来 这种紧急状况下的这种记忆的方式呢 它是没有办法运用在你读书考试上面的 因为读书考试上面它是必须要一个短期的记忆 也就是要有达到数天的一个记忆的效果 才可以在神经回路中呢 可以让你来应用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复习的时间不够 也就是你读的次数不够多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一般是以45分钟为一个单位 所以你在上学在学校的时候 你会常常发现一节课大概是四五十分钟 如果我们人一整天都没有休息 八个小时这样连续上下去 人是没有办法吸收那些讯息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堂课 它中间会休息十分钟十五分钟 是有它的道理 它是要帮助你大脑去消化刚刚的这些资讯 还有人的专注力也是有限的 刚刚重整的这个五个点呢 我们来重新总结一下 让你感觉你好像很健忘的五个原因 第一个是记忆点太低 记忆点就像是笑点就像是EQ一样 它的记忆点如果太低 就不容易被我们的脑袋所记下来 第二个是时间经过太久 就是这个记的东西已经隔太久的事情 早就已经忘记了 第三个是你没有完全理解这个讯息 所以你没办法记住它 第四个 在记忆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是非常紧急的 是突发的状况临时要记下来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形成你的一个记忆的回路的连结 最后一个 你复习的次数不够 所以它没有办法记得清楚 所以就会建议睡前所读的书呢 在隔天早上再很快的复习一次效果会更好